为了让新北市民平常有运动的好地方 新北市政府呢就在人口密集的12个都会区 规划了12座国民运动中心 收费比台北市便宜 一方面呢是鼓励市民多运动 一方面也打造运动城市 美婆女 消防猛男 还有新北篮球队球星一起脚踩飞轮 他们担任新北市运动里程 搜集活动V棒 也为新庄国民运动中心习用暖身 收费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跟营运厂商这边有 大概初步草拟 那每一样的设施呢 大概会比台北市便宜5到10块钱左右 收费要比台北市的运动中心还便宜 新庄国民运动中心12月29号开始试营运 提供市民运动场地 而这就是新北营造运动城市的第一步 我们也在今年有动工了6座 明年的部分也陆续规划有5座 那分别是永和 细址 树林 心态 还有心电这4座 我们也在做陆续的规划 总共未来我们新北市的部分 会有12座国民运动中心 在人口密集的12个都会区 规划运动中心 新北市民也能不受天气限制 每天都能享有运动挥寒的场地 三顺镇运动李二成 新北市报道